老师好,今天我是个英文老师或者国文老师 我可以考他句子的组合 行动剩余言语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复制起来 那回到wordword来呢 这个,看,老师有看到这么一个句子排列吗 这里 不同题型,它有33种题型,我点进来哦 来,那题目这在英文课好了 时间关系就打english 简单一点,那短语打上去,这里 哦,可以出50题了,我出一题就好了 来,我点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Play Action speak 哦,Action在这里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这在学句子的排列 好,来,我再创建一题 你刚看见这个是要句子排列,对不对 那这里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填空的,来,看这里 顽形填空 它说什么 你给它一个句子,然后把单词拖一到里面的空白区 这是不同的玩法 一样是英文课 eng好了 好,来,不打了 那点进来,老师这怎么操作 你看到说,speak 选这个,然后把它添加,然后呢 Worth,哦,这字太少了 来,添加就好了 就两个字 来,我们来玩看看哦 来,Play一下 Action 我拉错给你看 拉错了 提交答案 老师,你有看见吗 它提醒了蛮多 我们再做一次,来,我们再继续 再创建活动 来来来,这边还有什么 呃,再看一下这个,嗯,这边 玩型填空,看过了 随机卡跟刚一样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测验变成随机卡 刚体验过了嘛 啊,句子排列 诶,正确顺序,刚试过了 啊,这单字啦,拼字 也可以是词哦 再换一下拼字,跟 这都有一点接近 我要打eng en 来,短语在这里,要有线索 线索呢,我可以把右边的中文给它看 这里,行动剩余言语 来看一下哦 就在贴这个 啊,来,我们先看一下完成 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你多看一点点 行动剩余言语 第一个字是行动 Action A C TION 哦,不打了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拼出来 哦,这提示字 好,再来 再来 再来,再来,再来 啊,这边给翻,哎 按组排序的 哦,把每个项路拖到正确的组别去 那这边是做什么呢 来,我来看一下 我这边的内容 哦,来,老师等我一下下哦 我把这个中文对照弄出来 我来做这个 哦,这个是一个英文网站 我想要做分类 比如说鸟类 好,第一组这个组别 点这里它叫做鸟类 哦,那把鸟类单字扣进去 海欧,呃,用英文好了 来,再加项目 C狗,再来 这边,呃,我不会念了 鸟类,鸟类 再来,Crain,赫 那第二组呢 来,拉一下 我们拉第二组的地方 第二组是普鸟类 教小朋友分组的概念 那普鸟类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看一下哈 好,这个Lion 狮子,也可以是中文英文贴 来,再贴上去 好,跟老师报告一下 这里可以贴图片哦 所以这些特殊的方程式数学 那么这个方向 Tiger贴一下 哦,不一样都一样 我有两组,这个叫分类好了 好,来 第一个类比较鸟类跟普鸟类 我在普鸟类再拉一个 普鸟类的贝尔熊 三个 不一定要一样配对哦 来,我们完成来看看效果 来,开始了 做什么事情 让你做分类 Tiger是什么类 普鸟类 那赫是鸟类 西狗是海鸥 贝尔是熊 赫是狮 赫是鸟类 鸟类是鸟类 提交答案 他帮你改 好处是他帮你改 好处是他帮你做诊断分析 统计就出来了 老师看一下 这里有33种提醒 我真的感觉真的好极了 真的感觉好极了 我大概今天 大概没有办法 把33种都秀给你看了 那这个刺破气球 我们来玩看哦 刺破气球 来看一下 刺破气球做什么 诶,怎么跟刚刚那个有点像 来看一下这里 出现关键字 来 一样呢 我们把一个机制门开起来 看一下 来 我来用身体的英文好了 老师看一下 这是我要出的题目 这里哦 好 head是头 forehead是额头 你看见吗 来 我要来做了 我拉到左边来 我两个萤幕 所以呢 这叫做身体英文 body vody 我随便打一下 这边是head 那这边是头 也可以是长长题目 比如说发现新大陆是谁 也可以哦 forehead是额头 那eyebrow 是 i是眼睛 eyebrow是眉毛 有些东西你没有玩过 你试试看你也会 来 我出四题就好了 第五题是三调 那我们看看 哦 重视 最少要五个 拍谁 因为他火车要跑了 太短不行 neck是脖子 再出一个 第六个 chest是胸部 好来 完成咯 你刚看我这个东西 其实你没玩过 摸着摸你也不会觉得 来 这个 开始了火车要走咯 head是哪一个咧 头部是哪一个 点 要掉对哦 哦 掉进来 来 我们再看第二个 得分 我再猜你给上个小朋友完成他可能可开心的 你上个教一个小段落 你也放松一下吧 第二题题目是什么 胸部 来 我选对答案哦 可是填错位置不行哦 chest 这里 点这里 你看见吗 不行 一定要这个答案是这类 位置要对 答案要对 哦 这样答对了 来我们就不玩他了 来 再创建一下 所以才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买 我觉得应该买完整一点的 这个 那这个真假测验 看你用多少时间 这个 迷宫追逐 他真的还蛮多的 来我们来看看什么 真假测验好了 真假测验 老师 这是什么意思 真假测验 有点像说 好来 我打一下 有一种开场 国外有个开场 我知道什么 请你熟悉一个新朋友 来 他会出一个问题 那我 冲锡老师 认识 来来 点点点 好来 60岁了 60岁要放右边 我今年是58 救生员 我当过救生员 我写过120本书 你看见吗 那我曾经去过非洲 好再加一个假的 呃再加一个 嗯去过纽西南 好 我打简单点 再加一个 明年退休 哈哈哈哈 这是真的 来我们来看看效果 如果给选考 就有点像认识一个 和那些团肝活动 来看一下 来判断谁是真 谁是假的 题目出来咯 来 写过120本书 假的 我写过120本书 来 再下一个 是真的 再来 纽西南 我去过吗 没去过 答对了 好 明年退休 真的 明年铁性对秀 老师你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些题目 我怎么看来 还是觉得它真的 挺好的 那也许有些题目 来不及讲 或是什么的 其实我在看这些信 它都还蛮容易的 蛮容易的 那这边还有数学生成器 好连字造句 把单字做排列 这边是做分类 排名顺序 座位表 这抽 有点像抽签概念 那这边还有输赢测验 有点输送带 所以他们家这个33种提醒 所以才跟你讲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 拿来上课挺好的 着急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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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